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三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首先是中国私营航天公司Deep Blue Aerospace 如何在火箭发射失败后迅速反弹 与美国的SpaceX相比 其背后的灵活法规和技术创新是关键因素 接着我们将关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 尤其是南非总统访问北京后 双方如何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加深合作 并承诺将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最后我们将分析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的裁定 让罗伯特F.甘乃迪接二 持续出现在选票上 这一决定将如何影响美国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并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 探讨中国私营航天公司Deep Blue Aerospace 在火箭发射失败后的迅速反弹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中国航天产业的灵活性 和快速恢复能力 还反映了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的不同监管和操作环境 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 Deep Blue Aerospace公司进行了一次 星云亦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垂直回收飞行测试 测试过程中火箭顺利升空并下降 但在降落前发生了发动机关闭 导致火箭坠毁并爆炸 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报道的此类降落失败事件 然而令人瞩目的是 Deep Blue Aerospace已经在积极准备下一次发射 并计划在11月进行新的飞行测试 该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杜鹏飞表示 公司计划在2025年第一季度将火箭发射入轨 杜鹏飞解释了快速恢复的原因 指出中国政府对商用航天飞行采取了非常宽松和鼓励的态度 他提到全面的安全措施和快速的审批程序 使得公司能够迅速获得必要的发射许可 根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航天行业专家的说法 中国30公里以下的飞行测试的登记和批准过程相对简单 这显然有助于Deep Blue Aerospace的快速反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SpaceX在美国的情况 SpaceX的火箭发射需要通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多项审批程序 包括发射许可 安全和环境要求 财务责任问题以及政策合规性 这些繁琐的程序导致SpaceX的发射计划经常被延迟 最近 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即将到来 SpaceX的Starship巨型火箭的第五次测试飞行的批准被推迟到11月底 这显示出技术 安全 甚至政治因素都可能影响发射时间表 SpaceX对此表示不满 指出获得发射许可所需的时间 甚至超过了设计和建造硬件的时间 杜鹏飞还强调了Deep Blue在火箭制造和发射技术方面的高度自主性 这是其快速反应的关键因素之一 星云1的第一阶段配备了完全国产的雷霆2 液氧煤油发动机 超过90%的主结构零件是通过3D打印技术制造的 这大大缩短了生产时间 从三个月减少到仅10天 成本也降至原来的十分之一 此外 设计团队还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高强度 轻量化的着陆腿 这不仅满足了柔性着陆的要求 还有效减轻了火箭的重量 值得一提的是 Deep Blue自建的发射场和自主发射团队 也是其快速重新执行测试的关键 在周日的飞行测试中 Deep Blue在内蒙古的私有发射中心进行了发射 所有地面设备 加油系统和控制系统均为该公司自行开发 发射基地距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仅100公里 位于偏远的沙漠地区 这些都确保了发射过程的安全性和自主性 中国的四大发射场 九泉 太原 西昌和海南 被认为无法满足预期的常规火箭发射需求 因此 Deep Blue探索建设私有发射场 这也为未来的国家创新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杜鹏飞表示 周日飞行测试的主要目的是测量火箭在变推力条件下的性能 并收集数据以便未来改进 星云1在满载时可以携带九个发动机 但此次测试仅使用了三个 且推进计少于五分之一 这次实验确认了火箭在下降阶段的横向指导 飞行控制计算机在预期的200米横向运动中保持了小于0.5米的轨迹偏差 成立于2016年的 Deep Blue预计星云1最终将能够将卫星和宇航员送入太空 11月的测试将旨在发射一枚多极火箭 每极都包含自己的发动机 为明年初计划的轨道发射做准备 杜鹏飞表示 这款产品的设计目标是实现6至8吨的低地球轨道有效载荷能力 和4至5吨的静止轨道有效载荷能力 并实现约20次重复使用 从不同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反映了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的不同监管和操作环境 中国政府对商用航天的宽松政策 显然为Deep Blue Aerospace的快速反弹提供了便利 而在美国 SpaceX不得不面对繁琐的审批程序和政治因素的干扰 这无疑增加了发射计划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 Deep Blue Aerospace在自主研发和快速迭代方面取得的成就 也展示了中国私营航天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 此外 这一事件还揭示了私营航天企业在全球航天竞赛中的重要地位 无论是在技术创新 成本控制还是快速响应方面 私营航天企业都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 这不仅为国家航天计划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也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和商业开发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 Deep Blue Aerospace在火箭发射失败后的迅速反弹 不仅展示了中国私营航天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 也反映了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的不同监管和操作环境 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不断扩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 私营航天企业将在未来的太空竞赛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小琪琪 你知道卫石膜Deep Blue Aerospace能在火箭发射失败后这模块反弹吗? 因为他们有中国政府的兔子脚掌作为护服 中国政府对于商业航天企业的法规简直像给他们铺红地毯 这能不快吗? 这要是在美国 恐怕连审查文件都得花上半年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中国政府是魔法师一样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种宽松的法规会不会导致安全问题? 美国的FAA虽然麻烦 但他们确保每一个发射都经过严格的检查 毕竟我们不想看到火箭从天而降变成焰火表演吧 琪琪,你这种观点就像说古代战争中的投石机应该先经过工匠行贿的批准一样 Deep Blue的火箭失败后快速反弹 这证明了他们的自主技术和效率 再说了 你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吗? 勇敢的船员从不怕风浪 创新需要冒险 哦,楚天说 我看你是要让火箭企业变成火箭侠了 但现实世界不是漫画书 我们的考虑到公众的安全和国际标准 SpaceX虽然步伐慢一些 但他们的成功率和技术创新可是全球翘楚 这正是因为他们遵循了严格的标准 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等会并且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